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成武在立法會表示 高鐵香港段工程截至3月底只是完成了68%的工程 比預期進度落後 預料趕節在2017年底痛斜 他又指 港鐵在下個月底會提交新修訂的工程時間表和費用估算 至於一地兩檢的問題邱成武就解釋 政府和中央相關的部門還在商討當中 暫時未能披露細節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今次展開會議 小組委員胡志偉就強力批評政府 沒有限制高鐵的員工一期 以及金額上限任由港鐵吃硬港府做法不負責任